众说蓝谈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胡人对史第29任主教练的人选讨论,几乎一直围绕着雷迪克和伯雷哥两人进行,一切都传得有鼻子有眼。 ESPN名记马克思坦因在报道中甚至写道,即便胡人最终选择雷迪克作为主帅,也希望伯雷哥能够加盟助教团,是不是给人感觉万事俱备,只差官宣。 然而,在铭记WOJ沃神的最新报道中,胡人选率工作扇回路转,紫金军团最新一致人不是雷迪克,也不是伯雷哥,而是另有其人。 此人来自NCA正式连续两年率领康涅狄格大学夺冠的县NCA第一教头丹赫尔利。 沃神在报道中写得很明确,胡人确实还接触了其他的主教练潜在候选人,但他们都是赫尔利不愿执教紫金军团的后辈选项。 换言之,只要赫尔利点头答应,那就没其他人什么事了。 聪明的球迷们一定已经发现了滑点,那就是赫尔利的态度究竟如何呢? 毕竟,曾经的美国队主教练NCA的教父级人物老K教练就屡次拒绝NBA的邀约,决心深耕于大学赛场。 如果赫尔利也有同款的志向,那胡人岂非一厢情愿? 好在赫尔利对于执教NBA历史最为悠久的豪门也有着兴趣。 根据沃神的报道,这位康大的功勋教头告诉胡人,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。 对于胡人来说,只要赫尔利有这样的表态就足够了,接下来就是珍妮阿姨和佩琳卡的收谈了。 胡人方面给出了两个很明确的态度,第一就是,赫尔利如果加盟胡人,将不仅仅是球队的主教练,他的角色更像是球队发展的总设计师,他的任期不局限于詹姆斯最后的职业生涯,胡人更加关心后詹姆斯时期的球队发展,一个好的大学教练,有助于培养,锻炼年轻球员。 第二点,胡人也意识到,像之前那样,仅靠一次梭哈式的交易,迅速组建明星阵容,在今后的联盟是行不通的。 第二点,就是,胡人会极尽可能给到赫尔利尊重,具体来说,就是用一份金额巨大的多年合同来体现诚意。 虽然沃神的报道中没有披露数字,但从眼下的行情来看,必定是一份千万级年薪以上的肥约,毕竟如今,NBA主帅的身价也水涨船高, 前五级别的名帅,年薪无疑不是在1300万美元以上的,德高望重的波波维奇,年薪甚至达到了1700万美元。 素来在主帅公司上,抠抠搜搜的巴斯家族,这次恐怕得好好放一点血了,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, 如果真的能谈妥赫尔利的执教事宜,那么这些投资就绝对是值得的。 一切都是未来,因为公资贸、选秀的存在,所有NBA球队都有一个兴衰更替的过程,没有谁能跳开这一规律, 所以胡人未雨绸缪也不失为明智之举。 赫尔利才51岁,对于一位主教练而言正直壮年,他本人也表达出希望执教NBA球队的意愿。 对于胡人球迷来说,也是一个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,与其天天被雷迪克恶心,那肯定是NCAA名帅来的顺眼。 期待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,也期待赫尔利能真的为胡人带来繁荣,就像帕特莱利和菲尔杰克逊曾经在天使之城做到的那样。 那么让赫尔利出任球队的新主帅,这次选择对胡人意味着什么? 对超级球星詹姆斯和他的儿子布朗尼又意味着什么? ESPN专家团队进行了揭秘,赫尔利在2023年与康大签订了一份为76年总价值3210万美元的合同。 合同规定,如果赫尔利离开康大去担任NBA主教练,需要支付187.5万美元买断费。 如果他离职去担任其他大学的主教练,买断费则高达750万美元。 一一为什么胡人队会瞄准没有NBA执教经验的赫尔利? 这是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选择,反映了大学篮球在年有时代的现状,NBA在新的劳资协议下的现状,以及胡人队在过去十年更换教练后的现状。 没有完美的选择,但对于一位拥有绝对天赋的教练来说,这将是一个高风险加高回报的选择。 佩林卡和珍妮巴斯希望能找到一个长期执教的教练,赫尔利就是最好的人选。 由于赫尔利尚未确定出任胡人主帅,其他候选人仍有可能最终胜出,他们也代表了其中一些品质。 雷迪克在战术理想方面展现了极大的创新和深度,并且在球员中享有胜誉。 伯雷格拥有最丰富的经验,并已证明在这一层面上是有效的。 卡塞尔作为助理教练深受喜爱,与球形关系密切,并拥有冠军履历。 赫尔利的形象与众不同,但他的被重视程度确实是最高的。 WOJ透露,胡人最想聘请的目标一直是赫尔利,如今他们也终于引起了赫尔利的注意,双方互有兴趣进行合作。 二,赫尔利能为胡人带来什么? 他的执教风格如何转化到NBA? 在过去的几年里,赫尔利已经成为大学篮球界最优秀的球员发展教练和战术头脑之一。 在康涅狄格大学首次获得全国冠军后,他有两名球员进入2023年NBA选秀,其中包括乐透秀乔丹霍金斯。 他在赫尔利的带领下从第一年到第二年取得了显著进步。 今年,他的五名球员参加NBA选秀联合视讯多诺·万克林根和斯蒂芬·卡斯尔有望在前五被选中。 从战术角度来看,他开发出了可以说是大学篮球中最好的进攻,以无球移动和三分球投篮为基础。 他所采用的进攻原则预计很好的适应NBA。 关于赫尔利执教风格的最大疑问来自情感角度。 他在场边对裁判,有时甚至还有对方观众会有一些戏剧性表演,他的训练非常激烈,相当严厉。 赫尔利的专注力在高中和大学水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在51岁已经很难完全改变,但他可能不得不在NBA中收敛。 三聘请赫尔利对詹姆斯意味着什么? 首先,这意味着詹姆斯在胡人队七年内将迎来第四位主教练,此前他在联盟的前15年里为六位不同的主教练打过球。 这也意味着在哈姆之后,又一位从未在NBA担任过主帅的教练将执教詹姆斯。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ESPN,詹姆斯还没有与胡人队谈论过赫尔利、雷迪克以及教练选拔的相关问题。 詹姆斯通过他的代表明确表示,胡人队应该做对球队最有利的事情,他意识到并尊重胡人队需要做出的决定,即选择一位在他的职业生涯结束后仍留在球队的教练。 詹姆斯已经认可了赫尔利的能力。 讽刺的是,那是在雷迪克采访赫尔利的视频下,称赞这位康涅狄格教练真是太棒了,他的进攻战术超级有创意。 与詹姆斯的篮球头脑相匹配,一直是良好合作关系的关键。 当然,赫尔利能否从40场大学赛季执教青少年球员转变为82场NBA比赛,让像詹姆斯这样的超级巨星承担责任仍然是一个问号。 詹姆斯身边的消息人士过去曾告诉ESPN,尽管情况可能并不总是这样,但詹姆斯喜欢被严格训练,即使他已经快40岁了。 四湖人在这个休赛期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强赫尔利的阵容? 湖人队现在的阵容,可能与赫尔利十月要执教的阵容大不相同。 全明星安东尼黛维斯在合同期内,所有迹象都表明詹姆斯计划流队。 但除了这两名球队核心球员之外,其他成员存在未知数,首先是拉塞尔189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。 如果拉塞尔选择执行下赛季的合同,湖人不仅会再次成为奢侈税球队,而且会超过低土豪线。 如果湖人队重新签下受限制自由球员马克斯·克里斯蒂,他们就会触发第二土豪线。 超过低土豪线的球队不允许在交易中收回更多钱,而触发第二土豪线的球队有更多的限制,也不能获得51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。 拉塞尔不回归的情况会带来更多的灵活性,包括获得129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和在交易中获得球员的更多回旋余地。 然而,这也会让湖人队在控球后卫位置上出现空缺。 湖人队还需要评估在新的劳斯协议下,寻找第三位球星与詹姆斯和戴维斯并肩作战是否是最佳方向。 湖人队有三个首轮选秀权可以交易,但更谨慎的使用方法是效仿独行侠利用选秀资产的方式。 在三笔单独的交易中,独行侠获得了欧文、PJ、华盛顿和加福德,他们都是独行侠打入NBA总决赛的关键贡献者。 代价是什么? 三个首轮选秀签。 5.聘请赫尔利会如何影响湖人选中布朗尼的可能性? 显然,现在预测赫尔利对湖人队选秀方式的影响还为时过早,无论是否聘请赫尔利,湖人的管理层都在准备这件事。 湖人队是否会用四轮签选择布朗尼可能并不由赫尔利决定,但如果湖人选中布朗尼,赫尔利是能够培养他的好教练。 湖人队向赫尔利提供长期合同的主要动力是他出色的球员发展历史,这不仅对球队当下有价值, 而且对球队位后詹姆斯时代做准备也有价值。 在连续夺冠的NCAA赛季中,赫尔利和他的团队在招募过程中发现了被低估的人才,并将他们培养成NBA球员,做得非常出色。 克林根和卡斯尔将在几周后提前从选秀名单中被选中,其他人也从该计划中受益匪浅。 因此,如果湖人队最终决定得到布朗尼,那么赫尔利的聘用可能会增加布朗尼未来长期立足NBA的机会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队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